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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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白天被西门庄目 大白天被西门庆拉在藏春雾雪洞中干了起来 英伯爵听到声音就悄悄跟了过来 吓了两个人一跳 西门庆看上奔寺媳妇应五儿 西门庆多次潜入奔寺扫房中与她行房 却被邻居韩嫂儿看见 邱菊在偷听西门庆与潘金莲刑房 正巧被春梅撞上 照赛夹上打了个耳瓜子 打得邱菊正正的 西门庆死后 潘金莲与陈静几多次偷情 都被押回邱菊驱见 邱菊几次向吴月娘反应被鼓 又一次 正赶上潘金莲 春梅与陈静几三人在那里一丝不寡的吃酒行了 这回邱菊也不告了 就在那儿瞧了个不亦乐乎 其他如孙雪娥与来望而游首尾被小玉看见 李平儿死后 书童与玉霄在花园书房干事 被潘金莲撞见 戴安与奔寺扫有私情的事平安之等 吴二就与李交 而在花园小房有私 被金莲看见 戴安与小玉趁月娘他们在厢房内宣运 在上房行事时被月娘碰到 春梅与陈静几边在屋内交购边商议如何除掉张胜 恰被张胜偷听 张胜就此杀了陈静几 之所以写这么多偷 一是为了通过偷来暴露西门府和那个时代的龌龊 二是以偷为视角详细描写当事人行淫的过程 三是警示是人没有不透风的墙 世间所有的事平耳惯有耳朵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男人偷行 目的未性 女人偷行性情交融 偷行对于男人来说 偷了就是偷的 偷到以后便不觉得那么珍惜了 而女人则往往错位 她们往往希望拥有偷的东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